大家好,欢迎观看这个关于ChatGPT和StackOverflow的视频。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对这两个工具进行比较,并讨论它们对程序员的利弊。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ChatGPT。 ChatGPT是一个基于GPT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旨在生成与人类对话相似的提示回应。 这可以使它成为测试聊天机器人应用或在对话背景下生成反应的有用工具。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ChatGPT不能为编程问题提供具体答案或帮助调试代码。 它主要是为在对话环境中生成回应而设计的,并不能替代编程知识或专业知识。 另一方面,StackOverflow是一个针对程序员的问答网站,这意味着它是专门为帮助程序员找到关于编程主题的具体问题的答案而设计的。 它是一个社区驱动的平台,这意味着答案是由其他对相关主题有专长的程序员提供的。 这可以使它成为程序员的一个可靠的信息和帮助来源。 那么,哪一个对程序员来说更好呢? 这很难说,因为ChatGPT和StackOverflow在不同情况下都是有用的工具。 ChatGPT很适合在对话背景下生成回复,但不能为编程问题提供具体的答案。 另一方面,StackOverflow是专门为帮助程序员找到与编程有关的具体问题的答案而设计的,但它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也不是为在对话环境中生成答复而设计的。 至于ChatGPT或任何其他聊天机器人是否能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程序员,这不太可能。 虽然聊天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成为某些任务的有用工具,但它们并不能完全复制人类程序员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总之,ChatGPT和StackOverflow都可以成为程序员的有用工具,但它们的目的不同,不能互换。 ChatGPT适合于在对话环境中生成回复,而StackOverflow则是为特定的编程相关问题寻找答案的好资源。 感谢您的观看。